海洋灯是非常难利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频率低 幅度也幅度大 但是它动作慢 对于传统的电磁发电机 它是不能高效转成电的 这就是环境也比较恶劣 为什么呢 水比较深 而且这个操作非常的困难 那么怎么把这种 遍地全球的能量利用起来 我们就提出一个失落 因为怎么办 提出什么失落 就是利用我们的摩萨纳发电机 这种球形的球套球 在波浪的作用下 这个一个球可以晃动 这球可以晃动 不管它杂乱无章地晃动 上晃 下晃 左晃 右晃 只要有动就行 它能把这种微小的动作 转成电能 如果能实现这个 我们就可以实现 我们能源的转换 我们的传统的技术 需要一个高频 就转动得快 如果说每秒转5赫兹一下 就带动不起来 5赫兹以上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的摩萨纳发电机 杀数的应用 我为什么叫它蓝色能源呢 因为它是采集了海洋的能 我们要讲蓝色能源 因为大家是很稀为常的绿色能源 所以什么叫蓝色能源呢 超越绿色的蓝色能源 这是一个优缺点 就是在低频下 我们的应用是个杀数应用 是传统技术的一个死角 那么如果能做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低频的信号 我们就不需要修那么高的大坝 能够利用海洋的洞 能够把这转换电 那么这个你说你能发多少电 我们做了一个预测 预测 现在怎么发电 如果说利用这种微动 那我们在海里边 就可以铺上这种网 铺上这种网 而且不管深水区 潜水区 不管远海 不管近海 它只要有洞就行 不一定要有规律的洞 那么把它做成网格式结构 铺在上面以后 这个每一个网格呢 它这个可以是摆动的 那么你说你这一个小球 能发多少电 我做了个理论上的测算 我根据我们实验上 每一个小球现在 可以发到大概两个毫瓦的电 两个毫瓦不大 但是你把这个球有多大 就像咱们打的网球那么大 把它做成一个隔字式 就是隔点式 隔点式 三维的隔点式 我做了个理论测算 就像山东升大小的面积 多大 是400公里乘400公里 就是16万平方公里 这么大的海洋面积 10米深的水 发的电 是全世界的功耗 16泰瓦 16泰瓦 符合国家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 更符合蓝色经济 所以我们的蓝色能源呢 正是蓝色经济的一个部分 所以利用这种新技术 所以我叫它梦 为什么梦呢 还没有实现 我们在实验室在做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 我们把它变回现实 是我们在实验的 这一部分我找得来 现在还没有实验 我先给大家评论 你把这些东西